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帅 来吧 来来来 来来来 怎么玩法 这个是看大小的 姑姑 你坐坐 是啊 是啊 好 你爷爷我今天心情好 输了没关系 是大小吗 我有新读法 新读法 什么新读法 你怎么读 说什么 样样赔双倍 这下好找的 一定应 来来来 买买 别啰嗦 别啰嗦 给你零地零零 刘备打破个大醋瓶 来来来来 我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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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定了吗 买定了 开吧 开 开 哎呦 怎么会这样的呀 怎么那么巧啊 三个六 干什么 哭嗓得脸 别那么失望 三个六是不是 十八点 赚大 好 谢谢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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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谢什么 反正这个钱我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把它分了 哥哥 你去哪儿啊 换衣服出去走走 好 谢谢大爷 谢谢 赏几个钱吧 大爷 施施几个钱吧 拿去花吧 好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 就是公子 您瞒点什么 公子 人死不能复生 你一定要想开一点 哎 请问是哪位贵心去世 你说什么呀 哦 本号是出品柳州墓的 是全北京城最好的 公子啊 你给亲戚办丧事啊 一定要办得体面一点 千万别图省钱啊 非要死人才买棺材吗 不是不是 不一定的 很多大富大富的人啊 都先备好寿墓 这叫上寿 好极了 你给我上寿吧 让我睡得舒舒服服的 这样 请问尊姓大名 这个好说 在下尊姓小 大名贵子 也叫贵公公 哦 原来是贵公公啊 你想怎么做 当然好看一点 四十重重 整整齐齐 风光大藏 多少钱我都出得起啊 最后一次吗 怎么也好一点啊 对极了 中国 你叫我余波算是找对的 无论棺材 墳地 孝子 说什么 我说 我说 还帮着打桥 好好好 总之你一手包办办好他 别让我操心就行了 行 绝对没有问题 我保证你睡得舒舒服服的 不会有问题 客官 单亲画好了 请阁下过来看看自己的尊容吧 公公啊 你英俊 薛囊 薄线 化身 简直好像真的一样 也不是很顺眼的 是吗 哪不顺眼 总之是不顺眼 这个地方借我用一下啊 好好好 面白无虚 两眼无神 让我给你压几笔 这差不多 对了 对了 公公 你的样子威严了很多 是个寿星样 喂喂喂 记得把我上下款写上去 说我死时六十五 六十五 不不不 人家都要多报三岁的 天地人三岁六十八 哦 六十八 六十八 谢谢 谢谢 慢慢走 慢慢走 公公 公公 你到哪去 去开开心的 你不能走 你还没有量寿衣呢 真麻烦 照你的身材量就行了 拿拿 给你 快走 这位客官 请问贵庆 booster 这位客官呢 请问贵姓啊 我叫贵公公 那公公有什么贵干呢 有什么贵干 来这儿当然是喝酒了 难道来这儿上坟呢 老棒可以生猪 难道太监嫖妓不可以吗 这儿一点银子 你找人把地给我洗干净 什么都踩到了我的银 去里边坐 来来来 我不能喝 公公啊 你可千万不要客气 多喝几杯啊 多吃点菜 你们几位好好招呼啊 知道吗 知道吗 好好招呼啊 不够我这杯啊 不行不行 这儿喝我没命啊 今天我心情特别好 谁要喝醉了 谁就众筑有赏 来 来 来 喂喂老兄 有事慢慢说 有事慢慢说啊 绑架 你别绑架 我有钱呢 你别绑架 看什么 走 好 疼疼出去 好 好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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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钱是不是 正好 给我买点东西 买什么 去清复明的糕药 你疯了 拿刀来叫我买糕药 喂 你听清楚 是去清复明糕药 疯子 去清复明啊 哦 我知道 我知道 不知堂上要烧几只香啊 呃 我知道 三只 哈哈哈哈 下属拜见伟乡主 哎 自己人不用客气 找我有什么事情 本堂的许天川大哥 因为受了重伤 所以我们特地来通知伟乡主的 什么 哎 我在宫中事故繁忙 不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 是 许大哥呢 哦 这不便相告 麻烦伟乡主 到我们分舵再谈好不好 哦 一定要去忙 客官 想买点什么 我要上好的陈香 啊 啊 请进来 请进来 啊 好 嗯 哦 呃 哎 好, 大家自己人, 不用客氣 湘主, 徐大哥他… 誰把他打成這個樣子 是穆王府那幫狗賊 穆王府? 穆天波的後人? 湘主, 你認識他們? 不是, 我常聽音樂傳 誰不知道穆王爺是大明太祖皇帝手下的大將 大家都是反清復明, 怎麼會打起來? 偏偏就是穆王府裡白家兩兄弟, 白寒風白寒松 把徐大哥打成這樣 徐大哥跟爭名分, 所以說話就槍起來了 爭名分, 分財產嗎? 他們現在正在爭吵, 將來趕走滿洲人之後 究竟是貴王子孫當皇帝 還是我們郭聖爺擁護的唐王子孫當皇帝?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就吵起來了 瘋子, 還沒發牌就想著收錢呢 北京城內, 你偉鄉主, 你的職位最高了 我們現在等你回來主持大局 哦 不行啊, 不行啊, 我才說學遣 在江湖上的日子也沒有你們長, 你們拿主意就行了 打架這種事你們不要找我啊 不行, 現在靠你解決, 靠你下指示 你不管怎麼行啊 說得對呀, 既然是總舵主, 選你當了鄉主 這裡一切都應該你來主持大局啊 是啊, 沒錯啊, 這樣 怎麼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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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才好啊 啊, 道長, 我看你的武功一定和好 資格最老, 這件事由你負責 什麼, 我, 我, 不行, 不行, 不行 不是啊, 道長, 將來事成呢 總舵主論功行賞 你德格望重, 受之無愧嘛 千萬別這麼說, 萬一有什麼差錯 我怎麼擔當著你 沒問題的, 那我沒有資格說真的 道長, 你出馬一定沒問題 那現在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 我看就這麼決定了 我們看怎麼樣 你是反罪 你是怎麼辦 怎麼辦 不如這樣好了 我們一起到穆王府去檢禮去 只有這樣怎麼辦 如果連我也去那怎麼行呢 要是我去肯定要倒楣的 還是有你親自負責好了 就這麼辦了 就這麼辦 不行, 就我們去你不去 不行, 解決不了問題的 你那氣派是這麼大 你去那可以把他們壓下去 你不去不行 你們說是不是 你們說是不是 對 對, 沒錯 不行 你們這怎麼行呢 我, 我怕暴露我的身份 暴露身份那就麻煩了 你說壞了大事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啊, 化妝就可以了嗎 是啊 化妝就讓不出來了 化妝就可以了嗎 化妝就可以了嗎 認不出來 認不出來 沒有因應的出來的 好, 去吧, 死就死 這有四千兩 你買些衣服來給我化妝 哇, 四千兩 贏得這麼多 怎麼買啊 我這個人不辦則夷 要辦就辦那個富家公子的模樣 這樣才不會懷疑 我是個小太監嘛 道長啊 你衣服這麼破 你也去買件衣服換一換吧 不然站在我身邊太難看了 我也要 不好看了, 路不馬腳 看了, 不好看了 你這麼漂亮 不錯啊 多好看啊, 道長 穿不慣漂亮的衣服 不過不要緊啊 你辦事乾脆利落 並多忍受一下嗎 兄弟跟各位大哥出去做事 也沒什麼孝敬大家的 這兒有些銀票 大家拿去用吧 好, 謝謝鄉主啊 不用客氣 我們現在一塊去慕王府 好, 鄉主請上校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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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家, 老家 好, 起教 好, 起教 天地會 天地會的偉鄉主還有幾位朋友 來拜訪白大俠和白二俠 天地會 天地會 我屁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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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家丁真是太沒禮貌了 對, 李大哥 說得對 這就是 有其主不有其譜 讓我看慕王府的家教 有限的很 你爺爺我呀 嚇了我一跳 慕王府的人太過分了 我們是客人 這哪兒是待客之道 是啊 任何人來拜訪我們慕王府 我們都是以領相待的 天地會 我們不把你們趕盡殺絕 已經算是客氣了 我想高興大餅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我大哥白寒松 被你們天地會的許天川打死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你不要噱口噴人 我們徐大哥被你們慕王府的人打傷了 我還沒和你們算賬呢 你們不要胡來 我們不是來打架的 我們是來評理的 閣下是 好說 在下就是天地會青木堂的鄉主 尊姓偉 大名小寶 這就是你們的鄉主 我大哥是被你們殺的 想令我一塊兒殺 有種你就來吧 住手 住手 四四哥 四四哥 你來得正好 這幾位是什麼人 他們就是殺死我大哥 天地會的人 你不要出口傷癌 各位朋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真人面前不說假話 我們天地會的徐天川徐大哥 被慕王府的朋友打成重傷 我們現在來就想問問原因 誰料白二家他 好 這麼說 幾位這次是上門問罪了 不敢 只要大家本著良心說話 這件事就容易搞得清楚了 這話說得很對 不如請各位進去坐下慢慢再說 好 接了 進去吧 進去 請問教裡那位是… 那位是碧會青木堂鄉主 原來是偉鄉主 久仰 久仰? 我從頭看著末尾的 我從頭看著末尾的 你自己是不是不認識我? 我從頭看著末尾的 你幾位是天年 青年早逝 白二弟到底怎么回事啊 前天我们两兄弟在一间茶馆里 碰上天帝会的许天川 我们无意中说起将来反清复明成功之后 应该奉贵王的后人当皇帝 但是许天川说 他们台王唐王的后人才是正统的 将来成功之后 应该奉唐王的后人做真命天资 爹还没死就中家产 你说什么 听不到就算了 岂有此理口舌招扰 我不对怎么说我都是客人 你自己看看看看看看 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还没找你算账 怎么说我也是一堂之主啊 什么态度你才无耻 住手 想杀人灭口啊 这就是穆家的绝招 为乡主 如果我们穆王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躲到暴害人 没什么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仗 好好好 白二弟 你继续说下去 当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去天川这个老家伙 他说要和我们两兄弟比一比武功 结果呢 我们说了点道即止 省得大家伤了和气 两个打一个你当然核算了 你 继续说 继续说下去 我和三个人打了一百多招 也不分胜负 于是我们两兄弟联合使用 穆家全的人贵同图 继续说下去 这老家伙 竟然出重手打死我大哥 各位 现在真相大白了 苏大侠 白二侠 两位是否可以再使用一次 沐家全里面的人贵同图 江总 借玉牌一用 两位 先点道即止 请 你 是谁 别说 一群 全人贵同图 我大哥, 我大哥今儿被他这一掌打死的 不错, 徐大哥出手是重了一点 但是他也是逼不对矣 点到即止 白老兄, 你这场也不轻 人贵同图是两败俱伤的绝招 威力惊人 徐大哥是逼不得已的时候才伤害了白大侠的 希望两位体谅徐大哥的处境 以后不要怨怨相报 但是人命关天 因为我们好, 我们徐大哥的命现在就剩一口气了 生死有命, 想不到一时的误会闯出这场祸 听到代表徐大哥, 还有我们天地会的各位弟兄 向两位这十二分的歉意 难道我大哥的死就这样说了就完了 尾相主 你身为一堂之主 我大哥的死, 希望你交代一声 其实我伟小宝应该改名叫伟五宝 我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见识又浅薄 这种事还需要我的兄弟拿主意好些 好, 关副责, 你出个主意 苏大侠, 白二侠 关于今天这件不幸的事情 怎样善后问题 我们这些兄弟都是直为为下 不能够乱下断语 我看不如把这件事暂时押后一下看看 让我关某人把这件事的始末 向我们的陈总舵主禀告清楚 然后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总之要令大家都不伤和气才对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呢 我们已经查明乱打了, 就在里面 好, 要记住, 一个不灵 是 上 快快快快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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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快 快快啊 快快快 大家小心 走 走 走 阿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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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哥 徐大哥 是谁把徐大哥抓走的 按说密室没有人知道 一定是沐王府的人怀恨在心 把徐大哥抓走为白汉松报仇 很有可能 肯定是趁我们理论的时候 他趁机下手 没错,这些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们别说这么多了,马上找来刷将 别这样,别这样 人家一劫不一劫 有什么,顶多跟他们慢慢的商量 不行 如果都这样了,还不动手的话 那我们在江湖上,哪立得住脚啊? 说得对 那,那真的要去打 当然要去打了 跟这些人讲理,要人他肯定不给 照我看呢,我们应该等到天黑之后 夜夕沐王府 接着杀一个片甲不留 说得对,不行,不行,我看不行 绝对不行,你知道 如果各位兄弟有哪个有三长两短 两短三长,我怎么向师父交代 道长,你有什么办法 你是乡中,你怎么说怎么不好了 这样,怎么办呢 这件事想解决很不容易 不过呢,如果徐大哥是被他们抓走的 我看他们也不敢胡来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江主,你宫中的事情很重要 你先回去,我们有什么好主意呢 再去通知你,要从长计议,好吗 不行,放下这个事情不管,怎么行 你放下宫中的事情也不管啊 还有啊,乡主 讲打讲杀的事情 有意吓着你老人家 先回去吧,江老弟 有 送乡主回去 伟乡主,请 回去等我们的好消息 有什么好消息,马上告诉我 一定一定 我走 我走 也不知道能活多久 想出去玩玩 偏偏又出了这件事情 你 贵公公 两位哥哥,什么事情匆匆忙忙的 跑啊,来读一读啊 谢谢贵公公盛情 今天正好三番进宫见皇上 所以我们赶着到养心殿准备 以后再玩吧 是啊,我们以后再玩吧 我们先走了 今天猝猝倒霉,没见顺心事 三番进宫见皇上 看看热闹也好 贵公公 贵公公 你不能进去 今天是三番要见皇上的大日子 现在他们正在里边,正在等皇上 那我今天没机会见皇上了 是啊 是啊 三番三番,自寻烦恼 现在怎么办呢 我去找蕊初,谈谈心事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在这儿儿明天 你不来 他不来 你也不能进去 你 他夫人 他不为 警察 更急 不得 他不爱 不得 他不够 他不够 吳江博运兴隆 臣微行叩见皇上 愿皇上万福金安如以吉祥 免 谢皇上 这次三藩入京见阵 所以平熙王竟然缺席 启禀皇上 家父因为身体欠安 未能进京叩见皇上 顾命小臣站待望皇上恕罪 既然跪提尾和 又何罪之有呢 回皇上 家父本来要伏病进京的 因为家父称之国家大事 重疑一切 只因 只因小臣不忍见他老人家 万水千山,周居劳顿 你这么说,小五子 你可算是孝心一片 皇上过奖,皇上过奖 那也怪不得平熙王会病 他老人家日理万机 重抽赋税,扩充兵权 相比之下,他比朕更加辛苦 回皇上,家父所作所为 皆为一心一夜为朝廷招奖 他扩张兵力 也就是效忠皇上保卫我们大清江山 万望皇上明察 朕当然明察了 朕连这种事情都不明白 可以身为一国之君 皇上圣明,皇上贤答 明 谢皇上 敬南王 敬南王 臣在 你们两个镇守闽月一代 民风朴素 当然不会像平熙王吴三桂那样 终日埋头剑拔弩杖 筹措军饷了 臣望皇上体泄民间痛苦 安准臣征粮家父修筑提拔 废话 你既然知道民生疾苦 还要重抽赋税 百姓子民岂不是百上加金 臣知罪,臣才华不及皇上 臣听皇上一席话已开茅塞 臣自当谨记皇上的窍毁 以报皇上之恩 嗯 你既然知错,朕也不会追究的 这样,我就从国库拨银五十万两 以济灾民 以后你要用心国政,好自为之 臣感激不尽,谢皇上隆恩 嗯 免 谢皇上 耿翻 臣在 朕尽闻你所管辖之地 盗贼众多 关于此事是否属实 回皇上 臣所辖之地,地方贫瘠 百姓生活困苦 呃,至有流氓 无赖之辈极重成党 终日骚扰乡民,臣目天恩 平日生活也求连结 不敢辜负朝廷的厚望 地方盗贼众多,主要的原因 就是人民的生活不好 治本之道,首先要提高他们的生活 皇上的实践 臣所不及 这样,朕免你三年的赋税 要你尽力搞好民生 皇上仁爱急于天下 臣不胜感激 嗯,念 下来 臣德格勒叩见皇上 皇上万安 起来吧 谢皇上 这么晚来找朕有什么事 臣本来不敢骚扰皇上清静 但是现在已经夜深 明天早上还要上朝议事 臣请皇上以龙体为重 早借安寝 国家表面上虽然安定 但是实际上内忧外患 你叫朕如何安寝 外忧者 北方外族侵扰 台湾正是遗众 也是随时伺机割据 内患者 汉族的人仍然未真正降服 大庆江山 根基毅然未稳 这个问题 相信皇上早已运筹帷幄 也不必过于忧虑 德哥了 你很了解朕的心意 但是 朕最担心的 就是三番的问题 三番之中 首先要防范的就是吴三桂 今天三番入宫见朕 唯独吴三桂脱兵不来 分明是欺负朕年幼 不把朕放在爷里 据朕所知 吴三桂已经蠢蠢欲动 正所谓山高皇帝院 他在西面早已自成一国 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举兵造反 皇上是不是影响到对策 朕所以日夜不安 就是在考虑 吴三桂掌握重兵 一定不能够让他知道朕对他起疑心 所以朕到现在也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 不过有一件事要肯定 就是不能够让三番联合 一定要把他们的势力完全分开 尚可喜父子一向不贺 相信迟早会自己内讧 至于耿京中 他还有两个兄弟 皇上可以招他们两个进京做事 到时候如果耿京中要谋反 他也会有所顾忌 皇上年纪轻轻就要幽国幽民 真是太难为了 幽国幽民 是朕与生俱来的天职 但是 最遗憾的 就是在朕的身边 除了一个你之外 就没有其他可靠的人 鸭碧龙手上的四十二张金 现在怎么样 回太后 奴才前不久 奉皇上之命出外办事 离开了一段日子 至于鸭碧龙大人的事 所知不多 只知鸭碧龙随受酷刑 但仍未供出四十二张金的下落 好 你帮我找回来 只需成功 奴才遵命 速去速回 这件事绝对不能让第三者知道 是 奴才告退 奴才告退 不认识 吓死我了 那么容易死 我被海大副偷偷喂了一大堆毒药 到现在还没死呢 对了 昨天你上哪去了 我找了你好久 您只要死 怎么要出去开开心 不然的话下到地府 阎王都会笑话我 这毒 那么厉害啊 骗你干什么 我身上的毒已经发作了 尽量发得全身都是啊 脸上也是 鼻子也是 嘴也是 手也是 脚也是 到时候我就阴命呜呼呼 回去见我的爷爷了 你不信 那 你看看 全清了 你看看 你看看 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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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命好 那就三五月 不好 那就三五天了 三五天 那 那 那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我晚上约你出来 就是和你商量商量 和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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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ап 去 咱俩 没有 你 就 你 你 是 那你有什么交代的就说吧 也许 也许我可以帮助你呢 你一定能帮我 一定能帮得我 真的 那你说 我想和你静悄悄的离开皇宫 找个没人的地方 聊此残生啊 静悄悄的 被人发现 罪过不小 而且 我说静悄悄的你怕什么呀 静悄悄当然不会让人知道了 你是不是嫌弃我是太监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贵公公 不是 那你还叫我贵公公 放心吧 以后我们日夜相对 双输双七 虽然日子不会很长 不过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一定会让你高兴的 不摇头你就是答应了 我 现在回去收拾东西 等到四更啊 就让平常我们见面那个地方会合 天一亮我们就走 那就等办了 大丈夫一言尽出 什么都难追啊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啊 记住啊 锐唐领 锐唐领 今天晚上你们两个值班 是 冒犯了 你没什么事吧 端端 你到底想怎么样 鸭大人你不必害怕 我老实告诉你啊 奴才也是受人所托来救你的 谁叫你这么做的 呃 是 傲拜大人的首相 傲大人的首相 他们想请鸭大人领导他们 替傲拜大人报仇 想不到 他们对傲大人那么忠心啊 不过时间不多了 我们要尽快离开北京战壁 不知你老人家 有什么重要东西 要回家去收拾 有 好 我们快点走吧 大人 请 大人 请 这一切真是干得干净利落 奴才做事 太后请放心 就算有人找出尸首 最多也是当他畏罪跳井自杀 好 你做得很好 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是 奴才告退 稍待 未经历 之后 可能 到了 到了 这么晚了 来这儿干什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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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到底听到些什么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想夹带私逃 你老实说 是谁带你走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太后 你刺探了我的秘密 就想偷偷地跑掉 没有 好 你想走 我就送你走吧 好 我就送你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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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